您各位过年好啊,我是昆仑流石 兴风雪雨的康熙朝九子夺迪啊 咱们挨着个儿的讲了讲这些个王爷 虽然呢,讲得很糙 不过呢,也算是挨着个儿的给您捋了一遍 我就觉得吧,您肯定和我一样 喜欢听啊,这和雍正皇帝拧巴着劲儿 来的这些皇子啊,啊个的故事 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听热闹啊 那好吧,若是聊呢 咱们就往戏了说 今天啊,咱们就说说同巴爷党一同获罪 并且啊,稀里糊涂的丢了性命的一位阿哥 这位阿哥呀,那可不是康熙爷的儿子 他可是印针的亲儿子 爱心觉罗红石 就是那雍正他们家小三人 关于红石啊,咱们前头啊,做过一期小片 主要是分析呢,这红石啊 是到底为什么被圈禁致死的 那些呀,也都是坊间的传闻 至于这电视剧中所描述的呢 那用句文言来说呀 那简直就是狗带饺子,狐勒 你过来,听罢叔说 你听清楚了,你有两点不计红利 第一,精明不计红利 第二,狠毒不计红利 红利处处是人,已儒雅宽厚 但该下手的时候,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到了关键时候,他要杀你 他会毫不手软的 所以,萨儿 你要办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他之前,先除掉他 听着 干好了这件事 你们就是爷的功臣 干砸了 你们家人一个都甭想活命 喜欢青史证据的朋友,都看过这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 因为他故事讲的好,戏也拍的好啊 可是啊,唯独在红石这个人物上的描写呀 和历史记载呀,是一点也不挨着 这完全可以理解啊 因为编剧导演肯定是为了电视剧的好看 雍正二年二月十八呀 雍正皇帝把这红石啊 过继给了自己最大的政敌 八野党的魁首,印四 这时候啊,印四已经被圈禁到宗人府十几天了 圈禁他那一天啊,是二月初七 又过了十多天 雍正下了一道旨意 将这印四啊,改名阿奇纳 并除去了宗籍 并且呀,特别的指出 红石既然是阿奇纳的儿子 那么阿奇纳被隔去宗籍 红石啊,也没有再是宗史成员的道理 隔去宗籍,发被套允陶处严加看管 说到这儿了呢,咱们就得多默的两句 咱们先说说呀,什么叫做隔出宗籍 那就得呀,先从这清代的宗史开始说起 宗史一词啊,满语呢,叫穆林德 汉语呢,是宗史的意思 人们呀,俗称叫黄带子 这些个人呢,是塔克氏 也就是努尔哈奇的爹的直系后代 那么还有其他爱心觉罗的后代呢 他们都叫什么呢 这些人呢,叫红带子 统称啊,叫觉罗 宗史和觉罗呀,那可是真正的皇亲国戚啊 都是上御谍的 这个御谍呀,就是皇家身份的档案 也有这宗史犯了事啊,被这降为觉罗的 不过这阿奇纳,塞斯黑,还有这红石啊 可是一格到底,连御谍都给毁了 他们被处击以后啊,不能叫做闲散宗史 只能叫做普通奇人 属了你,金儿要杀你的亲弟弟 那不就自然还要杀你的父亲 你简直 你简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子暴虐的一冠秦兽 你除了紫禁 没有第二条出路 儿臣该死,还请皇阿玛念在亲身骨肉的份上 饶儿臣一命 阿奇纳塞斯黑那样罪不可恕 皇阿玛不也没刺他们死吗 朕不杀你八叔他们 是因为你皇爷爷临终留了花 再苦再难 朕也不敢为了他老人家的意愿 为了给红离留下一个安定的基业 朕不那么留你 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皇阿玛 临时到底是不是被雍正爷处死的呢 我想他不是 就凭雍正对待他的一系列措施 还用得着刺死吗 多数是被活活吓死的这哥们 那么红十落得如此下场又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真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 要谋害自己的弟弟红利呢 在这儿我敢断言他也不是 因为这个乾隆刚刚继位一始 就恢复了自己三哥红十的踪迹 并且呀给这个红十重新坎坷了玉姐 乾隆皇帝那可不是个大度的人 真的要是红十曾经谋害过他呀 他是绝对不会给自己的这位三哥平反的 花阿玛我三哥呢 不要问 这不管你的事 知道 但儿臣想 不要说了 没有一部证实 记载着红十这位三阿哥是如何获罪 又是如何死的 也使呢 所有的消息呢 看似合情合理吧 却又漏洞百出 这样呢 红十的死 给我们就带来了无限的联想 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不如啊 咱们留言区互动 细细的掰着掰着这件事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在这儿呢 我给观看视频的好朋友们拜个年 祝您在这新的一年里啊 是大展宏图 牛气冲天的 得嘞 咱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